8月14日,OpenAI的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斯克维 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西蒙斯研究所发表了演讲 想要理解这篇演讲的内容 有必要先理解如下几个概念 监督学习与无间度学习概率分布和压缩原理 如果你已经对这些概念有所了解的话 就可以直接跳转到视频的下一部分 首先是监督学习与无间度学习 这其实是机器学习的两种方式 监督学习就是给你一堆标注了标签的数据 比如说水果 在每个水果上标注这个水果叫什么 通过这些样本你可以训练模型 让他看到一个苹果就知道这叫苹果 无间度学习则是给你一堆数据 但不告诉你具体要做什么 你自己从数据中找出掩藏的结构和模式 比如把长得像的水果归为一类 用于巨类降维之类的任务 第二个需要理解的概念是概率分布 假设我们有一套扑克牌 去掉大小王后剩下52张 那从中抽到红桃的概率是多少 因为花色一共就这四种 每种花色的牌数又相等 所以抽到红桃的概率是四分之一 那以红桃为前提条件 抽到点数为五的概率又是多少 因为红桃一共就这13张牌 所以概率是十三分之一 这种给定红桃求点数的概率叫做条件概率 那如果不给条件就从这52张牌里随便抽 抽到红桃五的概率是多少 你肯定会不假思索的回答52分之一 这也可以看作是既满足花色为红桃 又满足点数为五的概率 这种叫做联合概率 它其实等于红桃的概率四分之一 乘以给定红桃点数为五的条件概率 十三分之一 最后等于五十二分之一 最后一个需要你理解的概念是压缩原理 这里我以文本压缩为例 假设我们有一个字符串 AAABBBCCD AAAA 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是14 但如果将连续字符按照次数合并 就成了4A3B2C1D4A 长度就可以无损压缩到10 我们甚至还可以设计一个词典来编码 用甲来代表4A 乙代表3B 丙代表2C 丁代表1D 这个字符串就可以进一步压成 甲乙丙丁甲 然而不同的组合可能性非常多 可能需要更长的编码 这时就可以统计组合的出现频率 比如4A出现的次数特别多 那就用简短的编码代表它 2C出现的次数特别少 就用较长的编码代表它 这样从整体来看还是可以进一步压缩长度的 这就是霍夫曼编码等压缩算法的原理 对这三个概念有个基本了解的话 就可以尝试理解这篇演讲的内容了 这次演讲的主题叫对泛化的观察 所谓泛化就是从训练数据中学习到共性 这样在面对从未见过的数据时 就也能够具备很好的预测能力 伊利亚在演讲中分享了她对模型放化能力的思考和理解 讨论什么是学习 以及为什么神经网络能实现学习效果 或者从数学角度来看 为什么机器学习模型能捕捉数据规律性 她首先从监督学习切入 她认为监督学习最大的优点就是数学保证 只要你有足够数据并在数据上实现低误差 那么对新数据的预测就也会低误差 换句话说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函数降低在训练数据级上的误差 那么学习就必然会取得成功 这也是为什么监督学习很简单 因为只要你有更多的标注数据 模型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语音识别和图像分类都很有效 因为这些都归结为监督学习 但无监督学习就完全不一样 无监督学习是给你数据 不告诉你具体要做什么 而是让你发现数据中的隐藏结构 而无监督学习最让人困惑的是 你优化的明明是一个目标 但实际关心的却是另一个目标 比方说给你一大堆文本 模型从中学会预测下一个词 但最后实际要让它做的却是文本分类的任务 那怎么确保模型学到的东西会对你的实际目标有效呢 伊利亚在这里展示了一种无监督学习的方式 他说这种方式不为人知 也从未成为过主流的无监督学习方式 但它与监督学习又有相似之处 都能在数学层面保证学习的有效性 所以什么样的无监督学习 能在没有任何标签的情况下 仍然保证有效呢 那就是分布匹配 假设我们有两个没有标注出实际对应关系的数据源 X和Y 你可以把X想象成英语 Y想象成汉语 也可以把X想象成音频 把Y想象成文本等等 你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函数 让FX的分布类似于Y的分布 比方说你有个句子 它符合英语的分布 但只要应用了这个函数之后 它的分布就符合汉语的分布了 只要X和Y的维度足够高 就足以对函数F施加大量约束 甚至可以从这些信息中复原出F 这样就能保证无监督学习的有效性 如果您还是不太理解他的这段话 我可以再举一个替换加密的例子 假设你基于大量英文单词 可以学到字母的分布 知道H后面可能跟E HE后面可能是L HE后面大概率还是L 最后再跟一个O 同样你根据加密后的英文单词 也能够学到对应的分布 见了足够多的例子 你就能够复原出转换函数F 其实就是按照26个字母的排列规则 将原字母替换成下一个字母 也正是这个函数将普通英文单词的分布 转换成了加密单词的分布 当你懂得了分布匹配 就可以进一步了解伊利亚思考无监督学习的方式 在他看来 压缩就是预测 预测就是压缩 每个压缩器都可以转换成一个预测器 反之亦然 压缩器和预测器之间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你有两个数据集X和Y 或者可以看作是你硬盘上的两个文件 再假设你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压缩算法 C 它接收数据并输出压缩对象 那当你把这两个数据集 一起提供给你的压缩器 会发生什么呢 很显然 它会使用X中的模式 来帮助它压缩Y 反之亦然 如果你的压缩器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压缩器 那么你同时压缩这两个文件的压缩质量 绝对不会比分别压缩这两个文件更差 因为你的压缩器会注意到 由文件拼接产生出的某种共享结构 从而获取额外的压缩收益 你的压缩器越好 它能提取出的共享结构就越多 既然所有压缩器本质上都是预测器 那么模型在进行预测时 也是一个道理 一个无监督学习任务中的两个数据源 X和Y同时丢给模型 好的模型就能够利用X中的信息来预测Y 于是再回头来看分布匹配 假设X是英语 Y是汉语 你知道有个函数F能把英语分布转化为汉语分布 如果你的模型足够好 它当然也会注意到这一点并加以利用 而且会试图复原这个函数 而复原出这个函数的同时 模型也就学会了如何将英语翻成汉语 反之亦然 那这个原理如何形式化呢 假设你有一个机器学习算法A和两个文件XY 机器学习算法A也就是你的压缩器 它的目标是尽可能压缩Y 同时它也可以根据需要来访问X 如果这个算法A做的足够好 就意味着它能从这些无标记数据中获取一切可能得到的帮助 获取尽可能多的预测价值 而且没有任何其他算法能够比这样做得到更多的价值 这个时候 意味着使用这个算法就没有任何遗憾 伊利亚认为 这才是朝着思考无监督学习所迈出的第一步 因为你并不知道从无监督数据集中学到的结构 是否对你实际目标有用 它可能有用 也可能完全没用 但如果你的算法已经充分利用到了X的信息 那你不应再有任何遗憾 因为你清楚的知道 它已经做到了最好 而且没人会比你做得更好 那怎样的压缩器才算是足够好呢 伊利亚认为 科尔摩格洛夫复杂度可以看作是终极的压缩器 那么什么是科尔摩格洛夫复杂度呢 打个比方就是 你给我一些数据 我用一个最短的程序来压缩它 只要你运行我这个最短程序 它就能够输出你的数据 这个最短程序的长度 就是科尔摩格洛夫复杂度 比方说 我想压缩10个0 既可以用A程序打印10个0 也可以用B程序 调用其他函数 再做5次循环 每次打印两个0 虽然输出结果一样 但显然A程序比B程序更短 也就更加接近科尔摩格洛夫复杂度 而当真正得到了科尔摩格洛夫复杂度的时候 就意味着找到了压缩数据的最短程序 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是终极的压缩器 但遗憾的是 科尔摩格洛夫复杂度指这个理论 它并不是一个算法 它是不可计算的 不过 伊利亚认为 一个有几百强的神经网络 在参数上做循迹梯度下降 就像是在列举出所有的程序 并从中找出最短的那个 这个搜索程序的结果 其实就近似于科尔摩格洛夫复杂度 而当我们把科尔摩格洛夫复杂度 原式中的X 替换成给定X求Y 就成了在可以访问X的前提下 输出Y的最短程序 你会发现 这正是无监督学习的解决方案 同时 你也可以高枕无忧 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方案能够超越你 而当你将X和Y从单独的例子 扩展到整个数据集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们从X中 榨取了所有用来预测Y的价值 虽然这样就意味着 我们需要将X条件化 但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方法 能将一个大型数据集条件化 不过不要紧 你只需要优化X和Y的联合复杂度就可以了 它会和条件复杂度表现的几乎一样好 这个式子 伊利亚嫌麻烦 没有给出证明 但他给了一个直觉上的解释 因为你先升成X 再根据X来升成Y 其实和联合升成XY 大差不差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数据联合起来 一并压缩 而这种联合压缩 只要不过拟合 其实就是最大自然 而在大型神经网络上进行随机梯度下降 就是搜索最短程序的过程 它最大限度的压缩数据 从中榨取预测价值 这就相当于一个可计算的克尔默格洛夫压缩器 实际上 这套理论不仅仅适用于ChideGPT模型 在视觉上也同样成立 伊利亚列举了 陈在2020年提出的IGBT 先将图像转为E为像素序列 然后预测下一个像素 事实证明 在图像分类等任务上 同样具有非常良好的表现 以上就是演讲的全部内容 最后总结一下 监督学习的成功 有数学上的保证 但无监督学习缺乏类似的理论支撑 无监督学习优化的是一个目标 但关心的是另一个目标 所以伊利亚提出把压缩 作为理解无监督学习的一个框架 它演入基于压缩的无监督学习方法 分布匹配 再进一步推广到条件克尔默格洛夫复杂度 它可以从未标记数据中 提取出所有预测价值 是理想的无监督学习解决方案 尽管它不可计算 但大型神经网络用随机梯度下降 近似的进行程序搜索 本质上其实就是个克尔默格洛夫压缩器 这恰恰能够解释无监督学习的工作原理 ChadGBT的成功自不必多说 在图像上进行像素预测 同样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无监督表示 再次证明了这个框架的有效性 请不吝点赞 认订在这里 我可以